世界頂尖的名校 現在在全世界大量的招攬這個人才 臺灣師大附中的簡瑞廷跟林維忠 已經確定了 他們錄取了紐約大學 在中東阿布達比分校 而且享受有千萬元的獎學金 另外有一位同學叫廖文偉 他也獲得了耶魯大學全額的獎學金 阿布達比 用苦練的阿拉伯語 向大家打招呼 師大附中的簡瑞廷和林維忠 打敗了亞洲九十二位強敵 如願搶下美國紐約大學 阿布達比分校的入學資格 會放棄台大選擇阿布達比的第一屆學生 就是看中學校提供四年學費 以及生活開銷全免 甚至還有發零用金 總獎學金一共一千萬 說什麼也要去 評評看 阿拉伯其實不像大家想的那樣 其實他們國家非常的和善 然後大家人也很好 他們大概大一大二還不分析這樣 所以去那邊可以上上課之後再做決定 不急的這樣 可是應該是理工學院的部分 不過師大附中的優秀學生還有他 一生好球技 數理自由班的廖文偉 不只是棒球社社長 同樣靠著優秀的成績 升級到美國耶魯大學的 全額獎學金 也不是說出走吧 因為台灣其實也是 好學校還是很多 但是就是說 我覺得既然有一個那麼好的機會 就是耶魯大學是個非常好的學校 那我覺得有這個機會的話 就應該出去走走這樣 強調即使出國深造 但未來還是想要回台灣貢獻 不過面對世界頂尖名校 這股全球挖腳潮 台灣大學再不想辦法提高競爭力 恐怕吸引不住優秀人才 於是新聞陳雪李哲明 台北網